这只水牛陷进了泥潭里,任凭它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,更可怕的是它被两只饥饿的熊狮发现。 熊狮最后是饱餐一顿,还是同样陷入泥潭呢?让我们去一探究竟。 这只水牛陷进了泥潭里,它的四肢已经被泥巴牢牢地锁住,只有一个牛头还露在外面,它使出吃奶的力气,拼命地摇晃自己的身体,然而无论它怎么挣扎都没有办法脱离泥潭。 不仅如此还因为它的挣扎而陷得更深,恐怕水牛对此也非常的绝望。 从水牛脸上已经晒干的泥巴可以看出,它已经被困很久了,连鼻孔都差点被泥巴挡住,只能不停地用舌头舔自己的鼻孔,防止自己窒息。 即便如此,这只水牛也没有放弃,它还在尝试将自己的身体拔出来,艰难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酸。 就在水牛苦苦坚持的过程中,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,两只饥饿的熊狮发现了它的存在。 这两只熊狮在远处观望了一会,发现没有什么陷阱,逐渐地向水牛靠近。 一只熊狮走近了观察情况,它目不转睛地盯着水牛的方向,发现水牛没有动静,它信心大增。 但等它再靠近一点的时候,它才发现水牛的状态不太对,与此同时它放慢了脚步细细观察,看到泥潭里的水牛,它没有再往前去,反而是朝着一旁的树木走去。 显然它暂时放弃了捕猎水牛的想法,因为它知道泥潭的危险。 而另一头熊狮却一无法护地朝着水牛走去,因为这是一只受伤的熊狮,它很难狩猎到大型动物,甚至走个路都费劲。 现在看到不能动弹的水牛,它当然不想放过,虽然它走起路来一瘸一拐,但它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水牛,从它的眼神中似乎能看到它对水牛的渴望,馋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 它走了很久才来到了树下,期间更是被累地站在原地休息,就这样它都没有放弃。 这只熊狮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了河边,它看到泥潭的景象之后,它也陷入了犹豫,冒险下去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上面,它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 于是它回过头瞅了瞅自己的兄弟,希望兄弟能给个建议,但它的兄弟依旧静静地窝在树下,迟迟没有回复。 就在这时,一只突鹫飞了过来,它似乎是闻到了死亡的味道,来到河边静静地等待。 看到突鹫,这只熊狮急了,它终究还是被近在咫尺的水牛给迷惑住了,它等不及要下去了。 熊狮在河边观察了一下,似乎找了一个方便下去的地方,就跳下了水,为了防止自己陷进泥潭里。 熊狮几个弹跳,就来到了水牛的身边。 它成功地爬上了水牛的背,似乎很快就能进入愉快的用餐环节了。 看到熊狮的行为,它的兄弟也屁颠屁颠地赶来查看情况,不过它暂时没有下水。 此时熊狮已经磨蹭到水牛的头部,但它的身体也被泥巴吸住了。 熊狮已经被美食迷住了双眼,它全神贯注地撕咬着水牛的脖子,一点没有发现自己的处境。 看到熊狮的惨境,它的兄弟在岸边来回地游荡,似乎想要提醒它。 最后,它只能静静地站在岸边,看着自己的兄弟与水牛躺在了一起。 泥潭中的熊狮已经吃到了梦寐以求的美味,只是这牛肉还混了一些泥浆,它终于有时间查看自己的处境,但现在它已经陷入了尴尬两难的局面。 它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兄弟,正在岸边等待着它回来,而它竟然枕着牛头睡着了。 好了,这期视频就到这里,你们认为这只熊狮最后能活着从泥坑里出来吗?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,我们下期再见。